哈囉大家好,我是子豐 今年機中有不少球員陸續簽約準備開啟旅美生涯 而去年也有一位大專球員為了追逐夢想 先行飛往美國投身的MW DraftLeach 在各個球攤面前直接展現自己的火球 最後也順利預言旅美夢的國鋒之外申 新生代火球男林振偉 那在影片開始前,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 要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小鈴鐺,還要記得分享給更多人喔 如果想要火雀的內容,也歡迎點擊右上角觀看 去年順利旅美後 林振偉其實肩上可以說是有著不小的包袱 除了本身火球的高關注度以外 還有著國鋒之外申這個身份 更是讓他始終要扛著很重的壓力在面對球賽 但先天素質就不差了他呢 順利靠著非常香的火球和紅雀 簽下了50萬美元的合約後 正式開啟了旅美生涯 簽約後,本來就已經待在美國的林振偉 再回國不久,就也很快 再次返回美國的投身小聯盟 並且從新人聯盟開啟生涯 本來就已經是大專年紀的他呢 新人聯盟對他而言 基本上就是試試水溫過個場而已喔 在短短的兩場4.2局 攪除具有壓制力的表現後 林振偉很快就被拉上了一夜戰場 但是在升上一夜後 一方面本來就一直有控球的問題 再加上也還在適應這個層級喔 去年球技尾勝這四場比賽 卻是沒有攪除太理想的表現 尤其是嚴重偏高的寶鬆和不理想的控球 讓阿伯上位率極高 再加上因為容易被選球鎖定 而讓他在非常不容易挨轟的紅雀野主場 一口氣挨了兩轟 最後留下了慘淡的成績結束球技 球技結束後 林振偉持續的盡情自己 在積極的練球調整 加上農場教練協助下 林振偉終於開始慢慢找到控球的方法 也讓他順利在今年球技一開始 就因為控球大幅度的改善 而攪除具有壓制能力的好表現 甚至開機的前兩個月 幾乎可以說是宅治等級的表現 因為這個過程 因為紅雀農場也有人畢業等 林振偉也順利快速的 闖進球隊農場 三十大新秀的各大榜單中 後面也將會來好好聊一下這些球談報告 不過進入6月後 雖然林振偉的球速越來越快 甚至飆出台灣投手新紀錄的101英里 換算大約162.5公里的超級火球 但是控球可能因為剛剛針對姿勢調整 加上體力在第一年 遇到整年投球拘束拉伸這麼多的情況 開始有出現控球跑掉的狀況 甚至在7月還出現在主場控球搭走中 最後單場挨爾兩轟的情況 倒是沒有那麼理想的地方 而在分箱數據上 這個每個月我們都會聊到的數據部分 其實可以注意到林振偉的成績 在7月因為主場爆炸的那一場 所以整體的表現浮重了許多 而那場比賽除了4局就出現2次保送 也有2次出身球 雖然說靠著本身火球的stuff下 還是有拿下8次的三陣 但也因為被對手鎖定到 而慘遭兩度轟出牆的情況發生 而進階數據上 也可以注意到林振偉的場內球安打率上升許多 成績率也跟著下滑了不少 連帶的被對手打出Light Drive的比例也上升了些 都跟林振偉去年控球不理想時的表現有些相似 因此怎麼在體力有些撞牆這段時間 盡快找回原本有些改善的控球 也將會是對他最大的考驗 另外隨著機中選秀弱幕 在球隊把選秀球員陸續簽約 並且擺進農場養成後 林振偉也勢必準備要往上攀升一個成績 繼續通關後 也將會是全新考驗的開始 尤其是更高成績的打者 也將會更無懼於他的火球 這麼靠著球入搭配和提升其他球種的來掩護 都將會是他能不能再更上一層樓的關鍵了 接下來 就讓我們來看看林振偉目前在各大球探報告的排名 以及這些球探報告怎麼分析與預測林振偉的走勢吧 去年簽約的他呢 在今年季初陸續闖進各個新秀排行榜中 其中官網是把他排在農場第22名的位置 並且預測他2026年能上到大聯盟 而新秀權威作家Kisslow 則是把他評為紅雀農場第13名的位置 BA網站則是把他排在球隊農場第27名的位置 至於Franklinz網站 則是將他擺在紅雀農場第12名的位置 預測上到大聯盟的時間為2028年 首先看到官網球探報告 去年在MLB DraftLeague前 先是在NCAA聯賽中 但15.2局中就出現高達24次的保送 表現不是太過理想 但參加MLB DraftLeague後 卻在16.2局送出15次的三陣實事保送 防禦率3.24的總規中局表現 也讓他順利成為紅雀農場第一位台灣球員 而有著203公分的巨大身材 林振偉雖然身材相對單薄 但平均直球均數可以達到97英里左右的球數 也是他球探分數的直球可以拿到很高的60分緣故 另外同樣是有著橫向位移效果的近90英里變速球 也算是林振偉的第二顆武器 而且可以製造高達40%左右的回控率 也讓他對決左打時會更輕鬆一些 至於對決右打 主要就是依賴他那顆有著下墜效果的85英里左右滑球 不過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於他的控球喔 雖然說進入職業賽場後改善許多 但還是有不少需要改善的地方 而目前來講他還是有機會順利養成先發的喔 再來看到Kisslow對於林振偉的看法 雖然說比大多數前院的國際球員歲數還大一些 但林振偉難然很年輕 還有不少需要加強的地方 而有著高大的身材 身材卻很擔保的他 球數可以達到97英里的他 整體控球進來點倒是有些太過奔放 不過單靠著高大的身材和手長 就有很好的extension來嚇到打者 不過還要把第二球總練好 甚至學會真正的投球才能改善控球 好消息是球炭都對於他的makeup評價很高 所以是可以想像他被養成定級先發的 但最快應該要等到林振偉26歲才有機會登上大聯盟囉 下一個球炭報告是來自於BA網站 同樣也是提到林振偉有著非常高大的身材和出色的運動能力 主要是以球速極快的直球搭配變速和滑球 不過BA網站認為林振偉的直球除了球速很快以外 並不是有著很好的位移效果 也會讓他雖然球速快 卻容易挨打的關鍵 而第二球入就是85-90英里左右的變速球 同樣也是會往手臂側乘身位移 另外就是85英里左右的滑球 兩顆球入都還不能稱得上是第二武器 但等他養成完成後 應該都能達到聯盟平均左右的水準 至於控球就是時好時壞 目前整體而言是低於平均水準的 而林振偉的潛力很高 使高風險可能要轉往牛棚的投手 但又有著可以當先發的身體素質和球入混合 整體而言是極高風險的一位潛力投手 最後 近年比較在新秀球攤報告上 參考價值有些下滑的Fedgres網站 當然也是提到 林振偉有著高大身材以及飛快的球速 甚至直球有一點點下沉效果 可以製造灰空 另外還會混一顆 有更好下沉效果的95英里左右升卡球 而滑球轉速不高 大概就落在2000轉左右而已 但狀況好的時候 也可以製造不少灰空的效果 至於變速球 就是也是一個品質不差的球入 林振偉的能力 是可以讓左打和右打都不舒服的投手 當然一部分原因也是他控球很嚇人 至於未來性 就取決於他的養成上 能改善多少的問題 尤其是他的控球能力 但目前來講 還是可以期待養成先發的 其實各家球探報告對於林振偉的看法 算是蠻一致的 都有提到高大但單寶的身材 還有不少長壯來改善穩定性的空間 球入上主要是仰賴火球的直球 搭配滑球和變速球 看看能不能成長到平均等級的 第二個球入武器 天賦絕對是可以期待養成先發 但關鍵取決於他的控球能進步多少了 對於林振偉的未來性 不知道你們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多歡迎在底下一起留言討論喔 好了以上就這次的林振偉球探報告分析 祝福各位支持球隊都能一直應求 另外要記得訂閱分享加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影片喔 我是指豐 我們下次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也請記得訂閱按讚加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第一時間的最新資訊喔